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思想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Della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一下一個題目 因為最近在網上 尤其是新華網 一個健康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關於一位著名的腫瘤專家 他一生撤除了無數的腫瘤 幫助病人 但最終自己得到癌症之後 他終於領不到一些實況出來 余營先生 不如你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相信大家都 我都時不時會有朋友 將一些有幾好的文章傳送給大家 我亦都不時在健康群組裏面 有些人會將這些資料發放出去 這篇文章是很值得每一個有良知的醫生 和腫瘤的病人自己深思一下 這篇文章是介紹一位從事腫瘤工作的防治醫生 名叫華益衛醫生 他一生曾經幫無數病人做過手術 但結果他自己都成為一個胃癌的病人 做了一個全胃切除的手術 接著接收一些哭方熱的化療之後 他有一種臨終之前 他留下一些比較沉痛的話語 他說 我以前做過這麼多的手術 但對手術後病人的痛苦 體會其實是不深的 從來沒有想過這個情況會這麼嚴重 也沒有想到病人會這麼痛苦 他是在生命最後的階段才能感受到 他說 我們當醫生不能只是單單醫病 其實是要治療患病的病人 即是要處理病人 不是病人的病 不是本身病的問題 要整個人醫治 是的 這位華益偉醫生原來在2006年已經過世了 這篇文章是當時在健康時報刊登出來的 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名醫華益偉最後的日子 沒想到手術會這麼痛苦 他說 除了這篇文章去懷念這位名醫 也都是自在引發人們 對這些傳統醫癌模式的思考 即是現在傳統醫療 大家都知道 開刀 發療、化療、電療 他們應該真的要重新檢討一下 令到更多患癌的病人 在治療的晚期 平靜、安長去走過人生最後的歷程 即是不要 要考慮到病人的最後那段時間怎麼過 話說在2005年7月 這位華益偉醫生突然之間發現 它飯量減少,消化也不太好 然後才做檢查 經過開腹檢查之後 發現已經是胃癌的晚期 這位名醫華益偉醫 只要接受了一般常規的處理 即是做了全部胃切除的手術 好了 全胃切除的手術 即是胃全部切完 然後將小腸和食道連接起來 當然沒有了胃 就沒有了這個活門 即控制食物的活門 結果我們簡性的腸液 小腸裡面的簡性和膽質就會直接向上涌上來 病人即時會出現反流 即是火燒心這種症狀 手術之後 這位華益偉醫生的反流問題特別嚴重 導致食道經常會燒到痛 連喉嚨都被灼到發炎 甚至乎乙鷹管都刺激到很痛 人只能夠半餓著 根本不能夠平睡 你知道一平睡 那些腸液 現在不是胃液 一直湧上食道向上 好了 全胃切除的痛苦還未曾結束呢 下一個痛苦就接種而來了 他為了控制癌細胞的擴散 華益偉接受了腹腔熱化療 對腹腔熱化療的痛苦 他說他從來都想像不到 他怎樣能夠支持下來 在九十分鐘 我在床不能夠動 腹腔就加溫 這個叫腹腔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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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熱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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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现在好一点,马上就要做下一次的治疗 其实,它本来的身体基础更好 第一次手术,即切胃的手术 体齿还能够维持体重 但是如果不做化疗,慢慢恢复饮食 可能都会慢慢会好一点 但是经过化疗之后,就将它彻底搞垮了 化疗期间,华医生吐得很厉害 没办法进食,只能够用鼻子管的营养 就是鼻搁插喉 他们的工人都认为,这只不过是化疗的反应 熬了之后,就可以慢慢吃回 但想一想不到,更大的痛苦 就继续走近华医生 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化疗结束之后 副作用都会慢慢减轻 初初会有,病人可以慢慢恢复进食 但是化疗结束两三个星期之后 华医卫仍然是恶心,嘔吐,不能够进食 胃肠造成的发现,已经发现胃肠的末端 腸都被塞了,你知道了,已经被塞进去 已经被塞进去,已经被塞进去 当然了,当肠仅仅塞进去加重 最后,连一些大便也不能够 肚子都脏了,嘔吐更加严重 不单止没办法恢复饮食 连被塞进去的管也不能进去 在折磨之间,当然日日更加衰弱 出现了心功能不存,全身水肿 肝肾功能都完全不正常 在这种情况之后,最后要解除腸紧塞的目的 第二次手术 但是手术后,发现腸吻合的口就漏了 即是伤口位漏了 接着腸液、糞便、血液流入腹腔 造成严重的感染,即是腸道已经不可能恢复了 即使没有癌症,人都很难活 即是腸部全是发炎的 第二次手术失败了 这位华医生的身体彻底衰竭 医院就为了安排一种特别的护理组 由ICU转了做肝胆外科 他那班同事都说 他对他的同事占有华 他说我的病就没办法回天了 不要再用一些很贵的药物 做黄贵的检查 只能够让我稍稍减轻痛楚便好了 为国家省一点 好了 这位是一生从未向组织医院提过 任何个人要求的华医生 提出最后的请求 即是说不要再用这么贵的药物 让我慢慢去 当时胡锦涛也有去探望他 始终是一个很出名的肿瘤科专家 他说其中一位护士在ICU的护士说 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护理过一个这样的病人 他说当时经过三次手术的华益卫医生 全身上下插满了管 有静物输液的管 因为他不能够吃东西 全部靠那种营养液支撑住 气管又要切开道管 帮助呼吸 鼻胯又插入 是减低腸胃压力的管 管是很小的 随时可能会失去 所以腹腔有两条管 引流腹腔内的血液分辨 以及其他骚髒的东西 即是要把这些管排出体外 每条管都有两个管在一起 因为防止万一错位 令到管内液的体外流的时候 产生感染 当然还有道尿管 在小便方面 你可以想象到当时 全身拆了管 动得不动得 动得不动得 除此之外 因为手术后肝门也有分泌 即是流分泌 床育床展是每两个星期 两个钟头要换一次 还有护理中最关键的 还要随时吸痰 因为这个时候 怀疑胃已经无法吸痰 吸手吸不了 需要外在的外力的帮助 将血管里面的痰液 是要及时吸出来 差不多每几分钟 就要吸一次 否则那些痰液一塞住 痰液闭湿 就立即会死 所以 现在说 那年的二月底 气管就撕开了 吸痰就更加困难了 有时睡觉 痰液也要不定 不停地用纸巾抹它 不断地用纸巾抹它 他生命的最后几天 他曾经不止一次对他输液 输血脏医生说 他说不要输了 不要再浪费了 他也跟他的老伴太太 他说我都不想再撐下去了 我顶不住了 到8月12日下午6点 他就与世长迟了 都很悲惨 作为一个这样的专家 一生帮病人到最后 原来自己得着这样的结果 他说最凄凉的是 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是 所以他是一个西医 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 很有爱心的医生 他说他从此被人医胃病的时候 他当然习惯了用一些 切除全胃的手术 直到自己接受了全胃切除手术 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之后 才开始对胃癌的治疗方法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说当时一个病房里面 住着一个胃病的病人 当时他对他的病情十分关注 有一次他跟他的战友医生 叫聪慧说 聪慧,对这个病人的治疗 要好好证一下 全胃切除带来的不单止是食饭的问题 还有是手术后反流的问题 做得全胃切除 病人遭受的痛苦太大了 以后做胃切除的时候 能够不要全部切就不要全部切 于是乎聪慧 聪慧就听了之后 怀疑医生还刻意用两个手画出来 就算留下一些位置 都比全部切除更好 病人就不会这么痛苦 通常病人 医生通常考虑就是这样 最重要是把肿瘤切干整 如果肿瘤是有两个厘米 手术将两个厘米以下的肿瘤 还要加3-5厘米的组织全部切除 他认为这样才不会容易复发 医生只要关心手术做得成不成功 从来没有想过有没有病发症 也没有想过病人的感受 当然病人通常都不懂得医学 认为这些反应是正常的 就应该是这样 听了华医生最后治疗的过程中 都挺令人心痛的 这一节时间我们差不多 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以来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著名肿瘤专家得癌症之后的临终感悔 一会儿再见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著名肿瘤专家得癌症后的临终感悔 余医生在休息之前 我们听过华医生他接受治疗的时候 那些的惨犯情况 但是他作为一位很专业 很为病人着想的医生 在治疗过程中 他都和他的战友提点了 要怎样去处理病人 接着他又会怎样 有关心病人的方法 是的 这位华益卫医生 有一位出名的医生 变成了一位病人 他从病人的角度 对一个医疗学问 有一种全新的理解 他作为一个名医 生活质量和疾病之间进行取舍 主要看一方面 比病人的益处更加大 他说如果全胃切完之后 能够活到一年半 但胃病人是要痛苦里面度过的 如果胃不切完 只能够活到一年 但病人可以活得快乐和充实 他这个时候 他宁愿选择后者 其实这个选择很简单 其实很明显他都是医不了的 你去切了之后 就可以捱久一点 如果你不切完之后 可能会变成可能 他宁愿采取一种 令病人舒服地过迷余生 不要在手术上 在医学上认为 肿瘤割清是他的目的 他意思是 我们医学要考虑病人的生活质素 是 好了 他说回他的同事 有位叫聪慧 他说当时华主任 整天都语气深长对我们说 我们当医生的不能单纯治病 是要治疗患病的病人 好了 接着医疗团体 他说我们最后接受了华主任的建议 在以后患癌病人治疗的时候 改进了手术方法 能够不全部切完 就尽量不切完 如果要切完 我都用改进的手法 尽量将胆汁和胃液引流了 即是尽量减少它向上引出去 是 尽量用腸做一些后代替的胃 令食物好像可以留在胃一样 停留久一点 病人就会舒服得多 即是他的经验之后 他就开始改变了 那 原来说回有点关于这位华大夫华医生 华大夫是新中国第一批 百年制的医学医学医学医生 周围的人对他回忆 他说他天亮一早 就会和胃病人检查身体 他先是初二者双手 看着那个听疼 尽量是能够减少暴露病人的身体 还有手术之前 他总是在电梯口等病人 让患者在麻醉之前看到医生的样子 这些真是我们不听真是不知道 是一个这样的医生 比较贴心很窩心的医生 其实他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之后 每年还要做一百多台手术的老医生 退休之后还要这样 他最后一次手术是为一个六十三岁的阳华老人 做一种甲状腺肿瘤的切除手术 他本来已经约好了做胃镜检查 为了不影响病人的情绪 他自己慢慢地做完手术 便便平静地走入手术室 手术后第二天华益卫进入自己病房 八天之后 他的胃就全部切除了 医生如何面对死亡呢? 医生面对死亡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病人 但由于职业的习惯 他们仍然可能在思考疾病的问题 但他最后的临终感悟 他说希望我们能够更加认识 现代医疗是非常有局限的事实 如果能够治愈 就会努力去治愈我们的病者 但如果治愈不到 那就应该尽量输解病情 减轻他们的痛苦 如果能够什么都不要做 只要能够感觉到 我们已经对他们 就是怀着生命的敬畏 是尽量帮助他们的 也就是说 有时真的什么都不应该做 可以这么说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良心 一个让人宿敬的医生 他跟着说 如果他能够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懂得养生的重要物质是什么? 是营养的 他们就能够更加好维护自己的健康 从而造福更多健康的人 好了 我应该说说 说回营养是如何调理疾病 其实首先 营养是生命的全员 是 我看这个事实 如果一个健康的人 七日十日不吃任何东西 你会发生什么事? 不用说 这个人可能会饿死 虽然断食的人 有时也不知道七日十日 有时一两个月都可以 是 人家用来维持生命的东西 除了有空气和水以外 就是食物 即是说 食物里面的营养 是给人的生命力的 营养是生命的存余 跟人的胚胎形成那一刹那 去到人的结束 营养是无时无刻 不断地滋养住人的生命 这个就是营养和生命的关系 嗯 好了 反过来说 我们药物是做什么呢? 药物只不过是控制的疾病 是 不是生命的存余 是只不过是企图控制的疾病 嗯 好了 我们看我们身边患这些病的人 例如高血压 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 痛风 乳型肝炎 脂肪肝 甲礦 关节炎 胃炎 嚴重湿炎 癌症 等等这些一大堆 常见的盲性病 通常用药物可以将疾病 医不医治呢? 这个就是问题了 是 其实药物顶多 只不过将慢性病的病症 控制一定的范围 能够做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那就是说 其实它根本是不可以治愈这些病的 是 只不过是用这个这样的 控制一下它 控制一下它而已 它说 真正能够让自己康复的 绝对不是药物 因为药物的成分 不是身体细胞 服收所需要的成分 你记得我说一下 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做出来的? 我们的身体是营养做出来的 营养成分做出来的 当我们身体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用什么去维修它呢? 当然一定要用营养 为什么会用一些霸殼的药物呢? 就是等于你建一间屋 屋里面的材料是什么呢? 是石屎、钢骨、木材 是玻璃之类之类的 那当你要装修一间屋的时候 那你用什么呢? 当然用原来的材料 其实我身体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身体的生命是由营养成分来的 所以我用这些药物呢? 其实可以说是注定失败的 可以说是注定失败的 没错 所以身体的生命是90% 产生新的组织 譬如我们胃的细胞 7天就换过一次 7天就很快 皮肤的细胞 28天左右换一次 肝肿的细胞 大概180天换一次 红血球的细胞 120天一次 一年左右的时间 身体98%的细胞 都会被重新更新一次一次 只要营养足够 受损的器官 通过细胞的不断地伸臣代謝 和我自我修复 经过一段时间 受损的组织和器官 就会被软性换次了 代替了 产生出来 新的组织和器官 所以很多很多的疾病 都会有机会彻底康复 就是这么简单 你信不信呢? 但是这个千真万确的 有一件事 我都应该跟大家再重新强调 其实所有的西药 是属于一种 我们叫做经过注册的 是 经过注册的 就是有那个 就是那个双标的注册 有一个双标的 如果要将一个药物 一个物质成为一个注册的药物 它一定符合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 这个原则就是说 它是一定不能够天然的 很简单的 如果我们将天然的物质 将它注册成为一个商品的时候 我们大财团 将自然界的所有物质 都全部控制了 所以所有的药物 它的条件一定是不能够天然的东西 你自己想想 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自然界 从来没有在我们身体出现过的 一种这样的物质呢? 其实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一定是对生命 是产生一个移物的反应 就是我叫做Xenobiotic X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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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移物 就是意外 就是外星的移物 Biotic 就是生命 就是说 所有的化学药 西药一定是身体的生命的移物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其实 怎样可以用一种生命的移物 是对你的生命 作出一个好的维修呢? 可以大家解释给你听 西药是不可能 令任何真正的慢性病 是彻底复原 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这个道理 真是很重要的 现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身体 不是用药物做出来的 我们身体是用营养构素的 所以维修的时候 记住是一定用营养的 好了 他说的慢性胃炎 就是很常见的慢性疾病 在香港很多的 香港一是呼吸系统 一是消化系统 慢性胃炎是一种多系统功能疗乱的结果 那么胃药呢? 不能够糾正多系统的功能疗乱的 所以胃病用胃药呢? 是很难根治的 很难治愈的 而补充足够分量的蛋白质 和B 续维生素 这些营养素呢? 发挥身体自我维修能力呢? 一般两三个星期呢? 就会消失的 好了 记住 我们身体每一个部位呢 长什么样子呢? 身体自己最清楚的 全部是记在身体组织细胞里面的基因的 身体有那个修复损伤的能力呢? 但前提呢 你一定要给它一个优质的原料 即是它基因知道怎么做 但它还需要优质的营养素 那譬如外伤 导致肛壮破裂 既然经过及时手术呢? 保足足够的营养素呢? 那依照肝壮的基因密码呢? 一般一两个月之后呢? 就可以合成生出来 原来一个一模一样的肝壮 你记住 身体的肝壮很厉害的 你切了它之后呢? 它可以重新再来过 好了 如果手弄伤了 破裂了 那么营养充分的时间呢? 大概一个星期就搞定了 转了骨呢? 大概三个月都可以完全好 如果身体的营养素不足呢? 那你的身体的细胞、血液、血管呢? 就不能够康、不能够健康的 你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呢? 都会相计出现異常 每一个脏腑呢? 器官呢?都会受损呢? 那你因此呢? 就会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的 那所以均衡营养非常之重要的 更重要呢? 它的重要性呢? 是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 那营养素可以预防疾病 营养素亦都可以治疗疾病 那所以均衡营养是个基础的 亦都是健康的猪餐来的 嗯,OK 哇,听完余医生呢? 解释了 华大夫呢? 在临终之前的一个醒悟之后呢? 那我们对于那个在那个药物的治疗 那方面呢? 又有一个深深的了解和体会了 嗯,好 那这一节时间呢?都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回来呢? 继续回来的《自然疗扎如理》 今天的题目呢? 就是著名走路的专家 得癌症之后的临终感悔 那一会儿回来呢? 袁医生呢?就会再和我们分享呢? 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些选择治疗的方法 一会儿见 哎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这么好呢?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均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三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扎如理》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著名肿瘤专家 《得癌症后的临终感悟》 袁医生,在你的临床 你有差不多接近30年的临床经验上 在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都处理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病人 癌症的病人都不少 尤其是胃癌的病人都有很多 袁医生,在这方面 原来有什么方法 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呢? 在我的行医 其实都差不多超过35年了 我可以看到 我们早期的病人 不是那么多癌症的 虽然我一直都有 但是发展到今时今日 我差不多一半的病人 都是癌症的病人 就是成年人那些 在我们有什么处理得到呢? 在胃癌里面 我们要了解到 病人的饮食能力已经有困难 不要说胃痛、嘔吐 我们第一手术 我会先试一用同胃疗法 因为同胃疗法的好处就是 它是一种没有物质的疗剂 它所需要吃的份量 是少到一茶匙的复量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 我尽量先找一个同胃疗法的方法 是将胃癌那里开始进行治疗的 好了 等它开始感觉到胃舒服一点 它饮食方面的能力 开始慢慢恢复了 那我就会用一种 我已经听过了 是用生机饮食 各心疗法 那医生也有几本很好的中文书 将生机饮食的方法 是很详细的讲解和应用的 因为生机饮食主要是喝蔬菜汁 用搅拌机 高速搅拌机 将它搅拌它 或者用炸汁机 将它炸汁 其实最简单就是用红萝卜汁 对不对 那你不吃得很多的 但是你将它炸汁 是肯定可以喝很多杯的 可以多一些 那通常如果那些人说 什么都不会做 你起码先喝红萝卜汁 喝它六杯十杯 喝到面都黄 那怎么样 面黄没问题的 这个是红萝卜的色素 红萝卜素的颜色 身体会减退 所以我们随多和疗法开始 我们就会用生机饮食 这是一个基础的 通常我们要求在最初那三个月的时间 尽量采用生机饮食的方法 我们通常介绍吴医生的四本书 因为它是一种种种指引 如何用 配上一个高速的搅拌机 好了 那除了生机饮食之外 尤其是有很多食疗 以前我们都介绍过 用那个芦笋 芦笋打糊 始终打了糊之后 都是容易入口的 除了疏碎汁之外 芦笋打糊一个方法 还有布韦 大家听过 布韦 这位德国的生物学家 在早年政府委托他 去研究德国人的饮食 和导致的健康问题 发现德国人的饮食方面 都有很多问题 尤其是他们吃的脂肪方面的进食 是出现很多问题 导致有很多病 他就设计了用两种成分 很简单的 是 是 用阿玛子 用那个麻屋芝士 那他当时的处理那些病人 是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率 不论什么病 包括癌症在内 那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 就将这个布韦的疗法 加些料 那我们会加些黑芝麻 打粉 加些姜黄粉 就是我们会去加 就是稍微加些 就是我们将它再优化 再加多些营养下去 是的 那再加上那个阿玛子 或者那个白耳子 打粉 那通常我就教他 就用这个方法 那就制成了一种 每日的参饮 那好了 那当然你有油 有好的质素的阿玛子油 有好的质素的蛋白质 那这些是一种 就是维修的工具 那好了 那除了这个食疗之外 那我也大家都听过 就用那个 用梳打粉 是吧 那梳打粉 亦都是一位 德国的肿瘤科医生 其实我想他 这个方法 都不是他发明的 只不过呢 他就是用得很多 那在网上 已经很多人 是讲和介绍的 那梳打粉的作用呢 就是简化我们的身体 那梳打粉是帮助消化的 是 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人 就经常想着 消化是靠胃液的 嗯 其实呢不只是靠胃酸 的那个盐酸 是其实呢 那个简性的梳打粉 那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有发现 有些胃液不适的时候呢 我通常呢 会用一些梳打饼的 那梳打饼 那它以为呢 是中和胃酸 其实它是帮助 直接是帮助我们的消化的 那所以呢 那个梳打粉加 那个 我有时加那个 蜜糖啊 或者加柠檬啊 梳打粉混柠檬啊 那 我有时如果这些 是贫血的问题呢 我就会用那个 用那个 黑椒糖 黑椒糖 那样 或者是那个 蜂树糖 这些这样 那样 就能够口感好些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些都是很容易入口的 简单工具啦 那那食物的菇呢 就是加强那个免疫能力啦 那我们就是那个 巴西蘑菇啦 那相当大家都听过 巴西蘑菇 是一个 一个长寿村 巴西的 皮亚达提 皮亚达提 一个地方的 一个 当地的产品 那早期呢 有个日本的 农业的商人呢 就去那边呢 是发现了这个现象 咦 为什么这一区的人 是特别长寿呢 那发现呢 它就原来有一种 巴西蘑菇呢 是当地只有的 的菇类的 嗯 那它将这些 的资料呢 就是 採集了部分呢 就去研究了 那发现呢 它不单止是 营养价值非常之好 甚至乎呢 它对癌症的方面 都很好 那当然了 巴西蘑菇是一种 食物菇啦 嗯 跟我们所认识的灵脂啊 云脂啊 那些东床效果 有些不同的 是 因为那些不是一种 食物的 那这个是一种 免疫的 增强免疫的能力的 那我除了之外呢 我都会用一些 微循环的治疗啦 加强微循环的治疗 就是 因为血液很重要的 癌呢 经常都说呢 癌在一个低养的状态之下呢 细胞是求全的 的机制来的 那如果你将身体的 那个免疫 那个血液循环加强呢 那其实呢 我们的养分充足呢 那自然呢 那个环境变了呢 癌细胞就是会消失的了 那除了这个呢 那在我们 过去299集呢 跟大家介绍那个 频率治疗 Dr.Royal Rive 那早期呢 就是好像1943年呢 在南交州大学呢 就给了Dr.Royal Rive呢 是16位 美期癌症 和美期肺瘤的病人 那Dr.Royal Rive 用他的频率机呢 在三个月之内呢 是彻底治疗的 嗯 那所以在我们最近呢 就是要处理很多 癌症的病人 那我用的工具呢 都是用一些低科技 食物啦 低科技啊 是一种 没有侵犯性的工具呢 是帮助处理我们的病人的 那我们的 那我们的 通常要求啦 你给自己 90天的时间 嗯 正常看到啦 身体细胞是需要时间 是的 去更换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要将个 身体那些坏细胞消除 用好细胞去 那个 那个 替代呢 我都需要这样的时间 那最近呢 我都会和大家 我还没有机会 讲迟一些 我会和大家分享 一种叫做 捷地气 嗯 一种工具呢 将我们身体的 利用地心的 那些 治愈的力量呢 是在我们的 睡觉的时候呢 可以多些和地心接触呢 就是 改善我们身体的 一些炎症的问题 那这个将来呢 我们会找一集呢 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捷地气 这种这样的 一个 新的发现来的 嗯 那其实工具很多 我们处理的病人 都相当多的 那我们知道呢 就不需要再接受 这些这样的 那么痛苦的方法 那胃癌呢 可能早期的胃癌呢 你切了之后呢 可能会 生命呢 可能维持一段 长小小时间 但其实有其他 更加好的方法 嗯 不需要呢 是采取这些 那么极端的方法 去处理疾病 那正如这位医生说呢 其实真正的疾病呢 真正的生命呢 是靠什么呢 是靠营养 就不是靠药物的 嗯 是 那我们听完了之后呢 其实呢 每一种病 甚至乎好像呢 都很普遍 因为可能现代人的 生活压力 飲食的 就是失调 各样东西呢 胃癌也是一些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出现到的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不是说好像 一定是要用那些 那么侵略性的 传统的方法呢 是去相去切除啊 或者甚至乎呢 好像这位华医生 他自己深深的感受 那个经历的过程之中呢 被我们深深体会到呢 是 那个 所谓的高科技 这些切除手术呢 和这些化疗呢 根本是帮不了病人 只不过可能在他们的数字上面 做完之后 就觉得呢 就说他们的手术成功了 但是病人 是得不到一个 复原的机会 甚至乎可以说 一个稍为好一点的生活质素呢 都没有的 那么 也都提到了 马医生也都提到了 我们的生命是靠营养的 所以刚才 可以跟袁医生回诊的 电话是 225773798 在海外的听众呢 可以透过Skype 跟袁医生做一个 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是上去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OK 好了 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